臺灣的朋友晚安 我現在貼貼紙了 找你們陪我貼貼紙 今天很開心 今天星期天就放輕鬆 早上就做一點運動 然後午餐跟太太 哎呀貼得不好 沒關係 不完美的完美 然後就喝了一杯 我人生的第一杯 從前在香港都不喝咖啡 來到臺灣我的人好像變了很多 比如說我講國語的時候我變得比較慢 比較輕鬆 人就變得比較容易開心 沒有那麼多恐懼 從前在香港就很多恐懼 在節裏比較用開心的心情去稀卡 比如說我會想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讓我覺得興奮開心的人 對這個開心對嗎 然後就會偶爾會花一點小錢去買一些東西 都自己開心 從前在香港真的不會這樣子做 覺得浪費金錢 但是其實錢不代表什麼東西 有時候錢就是一個安全感 就看你覺得夠不夠 如果你覺得夠 就沒有那個擔心 人反而會變得開心 所以現在就比較容易滿足 簡單的生活 我真的很感恩來到臺灣 這裡讓我發覺原來人生可以很簡單 越簡單 越簡單就變得越開心 好像今天我已經很滿足 早上吃了一頓午餐 已經其實沒有用很多錢 對不對 就在那裏做一個大概一個多兩個小時 在香港沒有可以做那麼久 人很多 人家在等 怎麼可以做那麼久 對吧 這裡就比較 地方比較大 然後就可以慢活一點 從前常常聽人家說要慢活 我現在開始在學習 我很慢 跟你們聊天 貼貼起就很療癒 你們說國語就是療癒 對嗎 就會讓人放鬆 我從前做事情都很急的 我要很快 就是很快的完成 就是一個習慣 從小的時候已經是這樣子 我不會讓自己很慢的做東西 我就比較快 心急 心急 然後在這裡學習慢慢的弄 其實我現在都有點心急 快一點把它完成 沒有了 這是享受這個過程 就對了 今天發覺原來人生 什麼喜怒愛樂 都是一個過程 就是去體驗一下 當然 愛跟路 不開心的就 每個人都不想 對嗎 但是回想一下 其實是相對的 如果你沒有那個很深的體驗 那個苦 那個痛 你不會明白 那個開心的喜悅的程度 就現在 就 有比較 就 就有快樂 比較一下 咦 就現在比較快樂 哈哈哈哈 簡單一點 之前在疫情 台灣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都告訴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 我在台灣 認識了很多台灣朋友 然後他們都會擔心 然後我說 你們已經做得很好 你們 你們 台灣人 幾乎 每一個 都會戴口罩 欸 這個世界沒有很多地方 好像台灣跟香港一樣 香港 台灣 都很接近 就是人 都會戴口罩 這個已經 非常 重要 就 因為這個 病毒 其實如果 你 全部人都戴口罩 就是 已經可以 控制得好好 你看 很多地方 其他國家 他們的 疫情的 數字 數字 一往上 升之後 一級沒有 可以漲下來 這個非常厲害 就是 人 家裡的人 就會 懂得戴口罩 懂得 好好保護自己 跟其他人 當然 每一個地方都有一些人 不守規矩 我在打 雨仇的時候 我都看見 有些人 有些人 沒有戴口罩 但是 就很少 真的非常少 然後 在體育館裡面 都會有人 會 告訴他們 你要戴好口罩 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病毒 就沒有 之前想 那麼恐怖 世界 好像變得更好 現在 認為這個病毒 每個人都會想 很多人 應該說 就會想 人類 應該要怎麼做 好像 比如說 好像我 我就是去年 大概 五月份的時候 決定來 決定 要來台灣 因為哪個時候 我就想 世界 現在是一個 分岔路口 人類是 一個分岔路口 你想要做一個善良的人 還是要當一個 惡惡魔鬼呢 我不 不想 做魔鬼 我不想 讓自己 不喜歡自己 我要做一個 普通的人 簡單的人 所以 來台灣 感恩 現在變得很簡單 偶爾都會有一些 生活的壓力 但是 因為人變得簡單之後 哪些壓力 就沒有重現那麼大 好像 比如說 我公司 就要 其實 投機移民 也都要做一些 成績 怎麼說 就是要有生意 但是 我都告訴自己 欸 我在香港 做了 二十年的 小生意 不是什麼大生意 我知道 其實有些 你是 沒有辦法 這個整個市場都 因為疫情 好像停下來 沒有 可以 急的 就是 天工 天工 哈哈哈哈 你急 也沒有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 等了 沒關係 然後 我就告訴自己 好像你在等公車 你要有信心 對嗎 我來台灣之後 就很喜歡坐公車 哈哈哈哈 就算要等 你要相信 哪個公車會來的 不用急 我想每個人 人生都會有時候 遇到 一些困難 但是 就無論在什麼情況 都不要失去哪個信心 要相信 自己 要相信 天 天工 哈哈哈哈 起碼自己 自己覺得 比較 放鬆一點 壓力沒有那麼大 哈哈 走 首先 要 自己覺得 感覺要好 要開心 要放鬆 幸運 才會 才會 來到 你的身邊 我自己這樣子想 不知道你們 會不會都這樣子想 欸 差不多了 哈哈哈哈 所以就 偶爾 拍一些影片 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好像跟朋友聊天一樣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說話的人 我在香港 十多年前 為什麼沒有來台灣 就是因為 我很喜歡說話 但是我喜歡說廣東話 因為我的母 母語 就是廣東話 如果 我要學 另外一個語言 就讓我感到 好像 沒有那麼 可以說的那麼快 沒有那麼痛快 但是現在感覺 欸 也好 說的慢一點 說的慢一點 慢一點 就 讓我的 思考 思考 慢一點 也好 人變得比較輕鬆一點 我講廣東話的時候很快 好像另外一個人 我公司的有一個同事 是懂講廣東話的 我跟他講廣東話的時候 就好像另外一個人 哈哈哈哈 講國語比較溫柔 比較慢 欸 對 我哪一天 我就 跟太太吃了一頓很好的午餐 很感恩 很開心 然後我就看一看天 天空 然後我想 欸 感恩 然後 就怎麼了 就是 要告訴自己 我要好好的 生活 就是 最好的感恩 對嗎 我已經 現在不會 抱怨 抱怨是沒有用的 抱怨就是把那個 那個 能力 往外 面 送出去 什麼問題 都不是 外面 什麼問題 都是在心裡面 就是自己 可以 搞定的 人家犯錯 沒關係 我不生氣就好 對嗎 一切 一切 一切的問題 都在自己的心裡面 欸 我的國語 我發覺 這幾個月 好像有時候 有時候 會比較好一點 有時候 又會爛一點 哈哈哈哈 我已經 每一天都在看 連續劇 連續劇 然後就 練習 祝音 但是 那個 知其吸 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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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讓我感覺到 比較困難 但是 也沒關係 因為我 只是剛剛 開始 我希望 我希望 大概 兩年後 還是三年後 三年後 我可以 比較 說得比較 勞力一點 就好 但是 說得慢 也沒有關係 起碼自己 開心就好 欸 差不多完成了 欸 你們 一般多少 時間 不不不 一般 大概幾點鐘 會睡覺 我來台灣之後 就大概 十點多 就睡覺 然後每天 之前比較早 早 之前五點 五點鐘 就會起床 後來覺得 欸 有點累 就大概現在六 六點 三十分 就會起床 如果 如果 比如說星期六 跟星期日 不用上班 的時候 就會 四點 八點鐘 左右 但是不要睡太 我就 不想睡太多 因為有時候 睡得太多 就 感覺不好 然後就 比較喜歡 比較早 起床 比較早 睡覺 感覺 人變得開心很多 欸 好可愛 欸 真的好可愛 這些 東西都 可以讓自己 開心一點 但是就是 剛剛說的 喜怒 愛樂 欸 原來 有時候 人生真的要有一個很順 的體驗 才會 讓你變得不同 就是過去啦 這些年的 經驗 給我 人生的很 很大的改變 第一 讓我做一個更好的人 不可以 就是做好人 簡單 簡單的 基本款 基本的 好人 不是很偉大的人 就是基本的 看見人家需要幫忙的 量力 以為 可以幫的 就幫 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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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是什麼 可愛 明天要上班嗎 你們 我之前在香港 就不用 常常上班 就因為我在 香港的時候 都是在家工作 其實在家工作 有好 也有不好 不好就是 會很悶的 然後沒有下班的時間 一直在做 一直做 一直做 來到台灣就好 懂得受洗 對嗎 然後 跟太太 等一下跟太太玩 但是現在 已經要睡覺了 會吵醒其他人 這個 看一看都開心 越南籍的這個 我爸爸就是在越南出生的 我爺爺 去越南 我爸爸去香港 我去台灣 哈哈哈哈 好啦 祝你們平安息咯 拜拜咯 要睡覺咯 好嗎